听筒里传来稀稀锁锁的动静,忽然几声啪啪的脆响,传了过来,愣了几秒,我马上意识到电话对面在干什么,他,实在是太过分了。 以为我听不出来吗,故意挑这种手打电话,为了找刺激,他可真敢啊。 陈兰根本没感觉到我的异常,声音还是黏黏糊糊的,好,不好吗? 他陡然拔高了调子,老公,啊,想到电话那边让人血脉纷张的画面,手机都要被我捏碎了,我赶紧答应他,急忙地挂了电话,喘着粗气,使劲抓了两把头发,让自己清醒,总算是弄明白了。 我累死累活跑车挣的钱,都让他花在KTV的男模身上了,他不仅给钱让别人睡他,还敢一边办事,一边给我打电话,简直反了天了。 咽不下这口气,我叫上胡子,一起去了黄庭KTV,我要要回自己的血汗钱,你少瞎扯。 头发梭的油光水滑的主管,斜着眼睛看我俩,你说我们的男模提供特殊服务,得有证据。 我看见他跟我老婆一起回家了,他讥笑我,真窝囊。 自己老婆都看不住,你老婆出轨,别打扰我们做生意,我火了,你他妈才窝囊。 少废话,你们这种银窝,把我的血汗钱还给我,信不信我去公安局告你。 话音刚落,呼啦啦一阵响,房间里平白多出来十多个大小伙子,各个人高马大,一边活动手腕子,一边向我和胡子走来。 很快,他们就把我和胡子围在中间,我们家做的事正经生意,主管抹了把头发。 在人群后面发了话,你们俩是想耍无赖吗? 热血上头,我开始挽袖子,谁派谁啊? 想当年,我也是能打架的。 结果,胡子那小子见识不妙,把我连拉带拽的直接拖走了,一边走还,一边跟人道歉。 对不住,都是误会,都是误会,我哥喝多了。 我对他好,你他妈放开我,看我不教训那些兔崽子。 哥,哥,他按住我,你冷静点,听我说。 我有办法。 他把我拖到一个小管子里,你说。 我把酒杯往桌子上一砸,胡子,你这招行不行啊? 我一脸狐疑地看着他,哥,放心吧。 他冲我眨眨眼,示意托你老师给我们俩烫个现在正流行的头。 我跟他一起做了发型,又在健身房耗了大半月,他拍拍我刚成型的肌肉,成了走吧。 改头换面,我们俩又去了黄庭KTV。 这次,主管看我们的眼神都变了,他明显没认出我俩来,两位唱歌吗? 他一边说,一边盯着我俩被胸肌绷紧的衬衣,胡子黑黑一乐。 大哥,我们俩不唱歌是来打工的。 进场太苦,听说你们家工作不累钱还不少。 主管摸着下巴,围着我俩前后绕了几圈,还时不时上手捏捏。 他笑,工作倒是有,不过,你俩能做啥? 我故意装傻,说陪客人唱歌吗? 谁不会,胡子在旁边帮腔,说我俩唱歌可好了。 诗里巴香好多人夸,主管点点头,说唱歌可以练,重点是身材得保持好。 我马上会议,笑嘻嘻地带着讨好,神神秘秘地说, 哥,我上学的时候就读过房中秘书,保证客人满意。 他抬眼看看我,你小子胡咧咧什么,我们是正经生意。 对对对,正经生意。 我连忙点头哈腰,主管很满意,不再多说什么废话。 他扔给我俩一人一套功夫,说今晚上可以上工了。 我和胡子接过衣服,准备去换的时候,他又递了个东西来, 银色的不锈钢球,跟玻璃弹珠差不多大小。 见我跟胡子一副摸不到头脑的样子,主管乐了,真是俩个字啊。 他嘲讽了一句,把钢球王嘴巴里一喊,用舌头卷来卷去, 好好练舌头,保证你们多赚钱。 他声音含含糊糊地,笑得很暧昧,这秘诀,我一般不告诉别人。 我跟胡子赶紧道谢,递了两盒芙蓉王上去,主管对我俩的上道很满意,进了更衣室,四下无人。 我把衣服随手摔到椅子上,对于做男模这事儿,还是有些拉不下脸面,哥,你快换啊。 胡子催我,我不耐烦地应着他,知道了,知道了。 他劝我,大丈夫能屈能伸,真想把这帮狗娘养得连窝端了。 我愤愤地说,那不是没办法吗? 你告去警局,人家说你没证据啊,咱这不是来拿证据了吗? 也是,不入虎穴焉得胡子,等着瞧吧,真得当了男模, 才发现,这里面好多讲究,每个人都有个人设,比如说戴眼镜的,就走文质彬彬,温柔体贴路线。 那个八杆子打不出个屁来的,就走高冷男神路线,我跟胡子,领班给定的是温柔操汉,听得直犯恶心,都操汉了,还温柔呢? 领班说,这你们就外行了,有不少姑娘就好这口,操大叔,但是人温柔啊,这不就是妥妥的反差萌吗? 正在听着教学指导呢,主管拍拍手,老主姑来了,说要换换口味。 他随手指了几个人,然后又点了点我,也一起去,三百一十七号房。 我跟着他们一起在三百一十七号门口站好,扯了扯那绷在身上,穿了跟没穿一样的上衣,推门而入, 看见老婆陈兰正坐在一个男模大腿上,搂着男模的脖子晃来当去,那人搂着他的腰,含了一口红酒,揽着他的后颈,喂了进去,我一时间愣住,进也不是,退也不是,后面的兄弟推了我一下,别挡到啊。 一咬牙,跨了进去,陈兰看见我们几个人,推了一下身边的人,他明显喝得不少,眼神迷离,脸颊泛起两坨红,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,伸出手指,我有点怕被他认出来,慌忙往灯光比较暗的地方躲了躲, 他沉测在酒精的眩晕里,没注意到我,扭着腰支,一步三摇地晃到我们面前,指尖顺势划过我们几个人裸着的胸口,点了我旁边的两个,然后挥挥手,示意剩下的都走,我松了口气,赶紧跟着其他人往外走,等等。 陈兰忽然在身后开了口,你,对,就你。 她的声音冲着我的方向,转过来,我将在当场,不敢动作,难道要在这儿跟老婆相认,旁边的人轻轻对了我一下? 很羡慕的小声说,快去啊,这顾客很大方的,身材又辣又放得开。 说你呢? 陈兰有点不耐烦了,剪脱不过去,我硬着头皮,准备转身,哗啦,一声巨响,红酒连着带杯子,扑了我满身,胡子端着个餐盘,忙忙壮壮地碰到了我,全倒在我身上了。 她趁机把我挡在身后,忙不迭地跟屋里的人道歉,对不住,我再去拿一瓶。 陈兰忽然被她打断,一下没了兴趣,把我们全赶了出去,多亏胡子跟在后面,要是被陈兰认出来,就太热闹了。 这臭婆娘,真是烂到底了,看我脸色不好,胡子在旁边一直不敢吭声,有屁快放。 我瞪她,哥,那个,你消消气。 嫂子,说不定是一时糊涂,一时糊涂。 你看她那熟练的样,比咱俩都会玩。 摆了摆手,示意她不用劝我。 胡子,你听好,咱俩拿到这KTV胡作非为的证据,也是为民除害了。 至于陈兰那个浪货,等着看吧,我非把她扫地出门不可。 正跟胡子商量,接下来该怎么办? 旁边的包房,传出来一声巨响,我俩对视一眼,赶紧推门进去。 一个小姑娘倒在地上,看起来二十多岁,旁边都是碎玻璃,明显喝大了,客人吵吵嚷嚷嚷,装什么清纯,在这上班还不肯出台。 我赶紧把小姑娘往身后一扯,大哥,对不住,她是服务员,不是公主。 包房里响起哄笑声,服务员就不能陪我们玩玩了。 都是混夜场的人了,就别拿出宁死不从那套糊弄我们。 来玩的客人咄咄逼人,出口不逊,我赶紧打圆场,各位大哥,他不专业,会败你们的心的。 是啊是啊,胡子在一旁附和,我们这儿的公主更好。 公主马上就来,这酒算我请搁几个的。 我边说边给几位客人递上了两瓶红酒,出来玩就是图开心嘛。 扫兴多不值当的。 搭进去两瓶红酒,才顺利从包房脱身,松了口气,顺手推了下,一直偷偷打量我们俩的小姑娘。 走啊,愣着干嘛。 还想再被那帮人调戏一顿啊。 她脸上一红,不好意思地说,谢谢你们。 她自我介绍叫徐盈,是来打工的大学生。 干点啥不好,年纪轻轻来夜场打工。 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,徐盈看看我俩,倒是没隐瞒,这里赚得多,我缺钱。 直接出台,不是更赚。 我忍不住对了她,她脸更红了,那种钱我不赚。 还有所为有所不为呢? 看你能坚持多久,我不懈地想,好像知道我想啥一样。 她瞪我一眼,跺跺脚走了。 别看了,胡子撞撞我的胳膊,意味深长地说,谁有功夫管她,我自己的事还没搞定呢。 陈兰在黄亭挥金如土,又给我打电话要钱。 我反问她,之前不是刚给了两千吗? 她说要过生日了,答应几个好姐妹一起聚聚,心里冷笑不止。 什么好姐妹,怕是野汉子们吧? 没有。 我冷冰冰地挂了电话,撤坏了,要休。 早就听那几个男模议论过。 陈兰要在黄亭开场大的,包房都订好了,还是三百一十七,一晚上好几万,她可真舍得。 我倒要看看,她哪里来的钱,摆弄着手里的微型摄像头,我偷偷摸进了三百一十七,想找地方,把它们塞好。 这是高科技型号,视野范围广,还能通过手机控制,正在四下张望,身后忽然响起个声音,你在干嘛? 惊出一身冷汗,是那个主管,还没开口,她身后窜出一个身影,声声扑到我身上。 刚哥,你怎么躲这儿来了? 徐莹抱着我一脸的娇羞,不是约了人家吗? 我呆了,这是搞的哪一出,哥,你是不是生我气了? 不生气好不好? 她边说,边紧紧抱住我,在胸前轻轻埋头,我跟胡子没什么的,你别不理我了。 她搂着我的脖子,踮起脚来去垢我的嘴唇,主管责了一声,不耐烦地说, 你俩别闹得太过分,一会儿客人该来了。 说完,她就离开包房,走的时候还贴心地把门带上了,我看了看门口,想把她推开,她在我胸前比了个虚的手势,没办法,只好就着她的姿势,抱住了她,一阵阵悠香直冲鼻腔。 她身上的味道好清新,跟陈兰那种妩媚多情不一样,跟黄婷那些公主的糜烂艳丽也不一样,就好像雨后的空气,自由,干净,洗涤万物,腰直瘦弱,却很有力量感,忍不住又抱紧了些,她已经走了。 怀里的人开了口,我立刻松了开手,有些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,虚盈倒是没什么不愿,下班的时候来找我,她留下一句话,也离走了。 一晚上都心神不宁,虚盈到底什么意思,她抱着我的时候,趁我分身,摸走了我手里的摄像头,她肯定知道我要干什么,为什么不拆穿我,素昧平生的。 她干嘛要这么做,是因为当时替她解围,所以报答我吗,换下工作服,站在暗夜里的徐盈,如松如竹,浑身散发着不一样的气场,疑问很快有了答案。 她开门见山地要求我,跟警方合作,她会给线人费,也会保障我的人身安全,警方已经关注黄婷很久了,抓到证据就准备动手,你是警察? 我问她,终于知道,她身上隐隐的违和感从何而来了,你就不怕我去告密吗? 徐盈笑笑,一个货车司机来KTV做男模很不正常,定了317号房,要开Pruti的陈兰,是你老婆吧? 偷偷往包房装摄像头,是想拍她出轨的证据吧? 条条精准打击,我一下子耿住了,我有些恼羞成怒,你调查我。 她倒是不急不虚,一剩券在握的样子,跟我们合作,你想要的东西没那么难。 我咬咬牙,伸出手来,合作愉快,徐警官。 合作愉快。 答应了徐盈以后,我找机会回了趟家,胡子很不解,证据还没拿到,我怎么就要回去找陈兰了? 她问我不担心打草惊蛇吗? 我随口敷衍了她几句,今天接到的陌生电话,让我有些担心,进家门的时候,正好碰到陈兰在收拾东西,这么晚了,你要去哪儿? 她被我吓得一哆嗦,很快恢复了正常,娇滴滴地说,老公,你回来怎么不告诉人家? 说完,扑过来抱住我,忍着恶心,让她抱着,碰巧路过,待一晚上就得走。 她明显松了口气,体贴得不得了,你饿不饿? 我给你做点东西吃。 不太对劲,她一向是喜欢出去吃宵夜的,出去吃吧,别麻烦了。 不用,不用。 陈兰连忙拒绝,我们就家里吃。 我刚学了个新菜式,给你露一首。 说完,就快步跑进厨房,恐怕我再提出去的事情,家外面有狼吗? 我把烟压灭,决定出去转转,刚出门没两步,感觉有人跟上了我,转了几个弯,后面的尾巴一直在,跟了这么久,出来吧。 阴影里出现了两个男人,兄弟,其中一个人开了口, 我们也是帮人办事儿的,你媳妇欠的钱,什么时候还? 倒吸了一口凉气,看来陈兰是真的借了高利贷。 手机上收到的那些催债短信和电话,不是诈骗。 我镇定地问他,他借了多少? 来人伸出五根手指,摇了摇,五十万。 我握紧了拳头,这得不吃不喝的跑五年车才能赚到,五十万是本金,连本贷利八十万。 他再不还,我们就把他的裸照公布了。 男人阴瑟瑟地笑着,或者把他送去别的地方,让他自己转回来。 我承诺他们会想办法,俩人才肯罢休,转了一圈回家,看到在门边张望的陈兰。 他很紧张,老公,你去哪儿了? 买包烟,赶紧吃东西吧。 他端了一碗炒饭来,我猛地抓住他的手腕,我送你的金镯子呢。 他慌里慌张地抽出手来,说,做菜不方便,摘掉了。 哦,原来可是从来不离身的,恐怕是拿去抵债了吧,又看看他的脸,耳环也不戴了。 老挂头发,先摘下来了。 他一边说,眼神还四处乱飞,吃完饭,趁他在厨房洗碗的功夫,我去他放手试的地方看了看,不出所料,金饰已经都不见了,只有些不值钱的小饰品,去衣柜里翻了翻。 还好,房产证和车证还在,把房产证和车证包好带走,我跟他喊了一声,我走了。 那边催得急,晚上不在家住。 徐莹通知我,配合警方收线的那天,正是陈兰生日当天,他跟一群男模在三百一十七包房玩得正嗨,胡子也被他点去陪同。 他悄悄给我发微信,嫂子实在太疯了。 还有他随手拍的照片,陈兰衣衫凌乱地躺在几个人怀里,浑身上下都被照顾到了,眼神迷离,好不快活,最后的疯狂,扫黄,不许动。 手抱头,男的左边,女的右边,都蹲好。 兴奋不已的陈兰,光着身子,被堵在了房间里。 我假装刚刚接到通知,去警局接他,他满脸狼狈,眼神躲躲闪闪,不敢看我,身上披着民警给的衣服。 老公,我,我一时糊涂。 我阴着脸,像所有被妻子背叛的丈夫一样,愤怒,失控,情绪激动,见惑。 我骂他,扇了他两耳光。 老公,我错了。 他跪在地上,哭得稀里哗啦,抬脚想踹他,被民警拦住了。 这是在警局,你们俩别胡闹。 他拼命哀求,老公,你相信我,我保证不再犯了。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太无聊了,才忍不住的。 他不停地为自己辩解,一个男人都满足不了你,是吧? 你怎么这么下贱? 离婚。 我没有你这么贱的老婆。 我下了最后通牒,他抱住我的腿,拼命摇头。 我不。 我不离婚,老公,我错了,你再给我一次机会,捏住他的下颌骨,强迫他抬头,再给你一次机会。 多给我带几个绿帽子吗? 相信你,为了哄那些男模高兴,你什么事做不出来,没得商量。 我不为所动,欠了那么多钱,再也不跟你分开,恐怕要被你拿去卖了抵债,现在假惺惺的哭,是怕没人给你还钱。 虚英告诉我,陈兰涉嫌拒重淫乱,要被行政拘留十天,并处罚金,我没啥意见,他就由自取,虚英给了我一个信封,说是现人费,我推了回去,好歹夫妻一场,给他交罚款吧。 还挺够意思。 虚英拍了拍我,他穿着制服,英姿飒爽,是暗夜里的一束光,我看得有些口干舌燥,猴头滚了滚,把不该有的想法咽下,挥手跟他告别,到了陈兰释放的时间,我没去接他,就在家里等,不过是十天的功夫,那个明艳的女人不见了,进门的人面如土色,精神萎靡, 抬头看见我的时候,他很惊喜地奔了过来,老公,我偏过身子,让他扑了空,拍了拍茶几上的纸,离婚协议书,赶紧签完字去办手续,他面露惊恐,一万个不愿意,老公,是我错了,我犯贱,你别不要我,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 他一边说,一边抓起我的手,用力往自己脸上扇,我嫌弃地抽出手来,跟他说别白费功夫了,赶紧离婚,看见他就恶心,听到我的话,刚刚还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人,忽然抱起,恶狠狠地瞪着我。 徐刚,你铁了心想离婚,是吧? 可以。 把这房子给我,他指着自己删出来的红印子,否则我就去告你家暴,果然狠毒,从头到尾地算计我。 我指了指墙角,我装了监控,刚刚是你自己打的。 这房子已经卖了,你爱赖着就赖着。 还有,我压低身体,在他耳边轻轻说,我把你在黄庭的路上寄回老家了。 徐刚,你个王八蛋。 陈兰大骂我,竟然算计我。 你不得好死。 话音没落,他就被人拉走,劈头盖脸地一顿打。 陈兰被打梦了,要发飙的时候,才发现是自己的爸妈,岳父岳母劳两口老泪纵横。 徐刚啊,是兰子不懂事,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 他俩甚至想拉着陈兰给我下跪,我赶紧拦住他们,这种痛哭流涕跪地忏悔的戏码就不必了。 记得把十八万的彩礼还回来,不然,我可没办法保证会不会把陈兰在黄庭的那些录像在村子里放出来。 老两口吓坏了,求我千万别乱来,要不然他们的老脸往哪里割,并且一再保证,肯定会尽快把彩礼退回来。 他俩抓着陈兰的手,死妮子,快签。 咱们老陈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 我看着瘫倒在地的陈兰,撂下一句你好自为之,只是没想到,跟他分开不到半年,就再次听到了有关陈兰的消息,是徐莹通知我的。 他说,陈兰跟别人一起设局仙人跳,结果被害方年纪太大,当场死亡。 他们团伙的几个人已经被批捕了,心术不正的漂亮女人早晚会被法律制裁的。 三文字眼睛